国民党全贷会党会朱立伦不只宣布副主席 而具有象征性的中平委主席团也出炉 入选的有两位军系大将 前副主席豪龙斌跟陈振湘 还有前台北县长周席伟 前北市议长吴碧珠 跟新竹县前县长邱敬纯 还有苗栗县前县长刘正宏 然而任命一出 当天傍晚豪龙斌随即发声明婉拒 更表示没有事先获得通知 也不想担任党职 强调是尊重那会跟副主席职位有关吗 因为之前就不断传出 除了卢秀远之外 豪龙斌也有可能也是副主席人选 公布后名单上却不见他的名字 这次婉拒任中秉委主席 是在抗议副主席名单没有他吗 然而跟郝龙明交情好的立委这样说 他原来对于副主席的意愿也就不高 在人事发布之前 在有周边的人就跟他讲 听说可能要拼他当副主席 他本身说他其实做副主席 做太多多次了 那中秉委这部分他也不想做 朱立伦也否认有征询郝龙斌担任副主席 但令朱立伦更尴尬的 还有当天早上 原本要跟全国县市党部连线 唱名出席的首长 不过各县市长出席状况不一 所以取消 像是新北市长侯友宜行程满党 还跑去参加万圣节游行 国民党塑造大团结气氛 但每个人似乎对于为党奉献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TBH 传讯领想台北 重逢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